超私的弊案 特别是跟日本采购的那一段 2022年 我从回到立法院之前 我去年 在我自己的直播上 我就讲得很清楚 问题重重 2023年 在炒巴西进口蛋的时候 这个时候超私浮上海面 但我去年就说 超私的问题 绝对不是从巴西进口蛋才开始 之前就在搞日本进口蛋 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 我上个会期 在经济委员会 针对这件事情 最起码直询了五次以上 当时农业部的部长 陈俊济 是如何的 能拖就拖 能混就混 能遮掩就遮掩 甚至在国会殿堂里面说谎 也不惜要掩盖 这个弊案 这件事情追踪了这么久 我们的台北地检署 终于睡醒了 但睡醒的台北地检署 出手的方式 我只能够说 让大家好无期待可言 这件事情 最应该说清楚 讲明白的 包括前任农委会的主委 陈锡仲 蓄产会的董事长 林冲贤 以及现任农业部的部长 陈俊济 你自己在国会 在经济委员会里面 为了帮超师遮掩 说了多少谎话 要你提出资料 能拖就拖 能混就混 这个在立法院里面 委员会直播 的记录 全部都留下来 请陈俊济 不要躲起来 说清楚讲明白 为什么遮掩这么久